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只是公开征求意见 但是如此不设防的草案一出来 广大的散户们真的高兴不起来 反倒是广大的庄家们 可就真的是提前过年了 12月14日晚上 新规刚已出炉 消息还没有误热 12月15日一早 开盘仅仅三分钟 A股著名的庄家股 人冬控股 就在连续13个交易日跌停后 瞬间涨停了 除此之外 朗博科技 大连盛亚 金利泰 这几个人冬控股的杀猪盘队友 也纷纷在15号翻红 其中两只直接拉了涨停 另一只也暴涨了8% 看似严打问题企业的新规出台 居然成了庄家股门的注农利好 这应该是今年我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人冬控股的庄家猫腻 以及这家妖股的背后 究竟藏着哪些大人物 人冬控股最早名为红雷股份 是一家主作同加工的企业 当时红雷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是浙江朱继女企业家 红雷集团董事长 齐建平 和齐建平一样 在当时的江西省英潭市 集中了一大批过来投资同加工项目的浙商 2013年 开始陆续有同加工贸易造假案被曝光 2014年 红雷集团也被曝出违约 集团董事长 以及直接责任人齐建平被免职 2016年 何友集团以32.5亿元现金交易的方式 收购了红雷股份25.9%的股权 成为了红雷股份新的第一大股东 并将红雷股份改名为名胜金科 一家主营同加工的上市公司 摇身一变 开始搞起了金融 业务包括第三方支付 商业保理 供应链管理 互联网小贷公司等 这家红雷集团背后的唯一股东 是著名山西女商人郝江波 提起郝江波 各位可能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如果提起2019年 山西省的农姓大案 提起德玉系掌门人 目前仍在海外流亡的田文君 部分观众应该会有所尔闻 而这位郝江波 正是大佬田文君的棋子 2016年4月 郝江波正式成为了 红雷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并将公司改名为名胜金科 提起的是 改名前的名胜金科 居然在郝江波入主前 先停牌长达了半年之久 并且几乎在入主名胜金科的同一时间 郝江波并将持有的 全部6000万股名胜金科的股票 质押给了深圳新华富时资管公司 紧接着又过了4个月 2016年8月8日 名胜金科重新复牌 在没有任何明显业绩支撑的基础上 名胜金科的股票开始猛涨 只有的10月和11月 郝江波又多次重复了 股权质押的操作 名胜金科的股价 也从2016年4月 郝江波入主前的20元每股 暴涨到了2016年底的70元每股 而这半年里 名胜金科暴涨的真相 仅仅只是因为主营业务 从同加工转向了金融 仅仅只是因为德育系频繁股权质押 和不断暴涨的资本运作 而股价一路飘红的背后 并没有真实的业绩做支撑 2010年以来 德育系田文君就以此手法 先后运作并控制了 4家上市公司和3家挂牌公司 同时在A股 美股 新三板等多个市场行风作浪 要不是2019年 山西省的那一场农心大案 田文君和郝江波 击鼓传花式的资本游戏 还能够继续愉快地进行下去 在德育系的资本运作下 明胜金科的业绩 走出了与股价截然相反的曲线 股价涨得有多猛 利润跌的就有多猛 2018年3月 明胜金科再次易主 人东信息 以13亿的对价 成为了明胜金科新的第一大股东 而明胜金科 也从此更名为人东控股 这个人东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是年仅43岁的内蒙古商人 霍东 霍东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才俊 2020年就以81的身家 成功入选了胡润80后 白手起家富豪榜 而要想说清楚 霍东白手起家的真正原因 就不得不提 他的那个内蒙古首富父亲 霍庆华了 1961年出生的霍庆华 年轻时服过亿 存过亿 后来在内蒙古当地 做起了煤炭和铁矿开采的生意 在当时中国大陆迅速发展的时空背景下 煤炭和铁矿的价格 常年居高不下 霍庆华旗下的清华集团 也始终紧紧围绕煤炭和铁矿行业 并将资本版图 从内蒙古扩张到了宁夏和青海 2010年 持了15年行业发展红利的煤铁大王霍庆华 成为了内蒙古新的首富 但是好景不长 随中国大陆经济的降速换挡 煤炭和铁矿行业 开始出现了皮炭 由盛转衰 但是霍庆华却促误地选择继续扩大产能 这也导致了清华集团的资金周转 开始愈发变得艰难 2016年 资产规模高达680亿的清华集团 居然因为拖欠15亿的宣传制作费用 被闪为时代告上了法庭 虽然最终闪为时代选择了撤诉 但是依然掩盖不了清华集团 长期存在的融资和债务问题 最终在2018年 霍庆华成功收到了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颁布的限制消费令 成为了一名老赖 几乎在同一时间 80后白手几家富豪霍东 被自己的老赖父亲霍庆华推到了台前 2018年3月 霍东几家的人东信息 以13亿的对价 通过云区科技收购了明胜金科 也就是人东控股10.7%的股权 又从著名牛伞锦华的手中 获得了13.8%的表决权委托 与此同时 明胜金科当时的控股股东郝江波 还公开表态 承诺不再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2018年6月 一边是内蒙古首富的父亲霍庆华成为老赖 一边是白手起家的儿子霍东 成功改组明胜金科的董事会 并亲自出任董事长 明胜金科随后改名人东控股 之后人东控股又通过一系列的并购重组 将大量的表外资产 塞进了人东控股这个主体 2018年底 人东控股的净利润 也就非常合理的 暴涨了120% 作为好江波不再谋求公司控制权的条件 霍东控制的人东控股 需要在第一时间 就参与进德育系旗下 农月实业的债务重组 霍东当时甚至还将自己持有的人东控股的大部分股权 质押给了田文君染指的 山西静中银行和洋权商业银行 说到这里 可能稍微点绕 简单给各位梳理一下 德育系旗下的农月实业 当时存在360亿的融资风险 急需要钱 一旦没有人救 随时有可能倒 而出手相救的 正是霍东控制的人东控股 但是当时霍东的父亲 连15万的宣传制作费都拿不出来 更别说这360亿的天坑了 那这场债务困境到底该怎么救 最终的方案 是霍东把人东控股的股权 质押给田文君染指的 山西静中银行和洋权商业银行 然后再把质押换来的钱 拿去填农月实业的坑 也就是说兜兜转转走了一圈 田文君通过霍东 把自己左口袋的钱拿了出来 然后去填自己右口袋的坑 说到底 作为债务重组收款方的农月实业 和借款方的人东控股 资金链情况都很差 两个难兄难弟都是臭名昭著的问题企业 结果居然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 成功将自身的风险转移给了银行 接着又通过银行 变相将风险转移到了广大普通储户的头上 这还只是2019年 山西农姓大案的冰山一角 涉案的田文君和郝江波夫妇 目前仍在海外 至今下落不明 2019年7月 人东控股又一次短暂的改换了门庭 公司的大股东们 把21%的股份表决权 委托给了北京海淀区国资委旗下的海金科 为此 人东控股需要每年向海金科支付2000万元的托管费 而海淀区国资委则成为了人东控股新的实际控制人 所谓背靠大树好乘梁 有了国资背景的加持 人东控股背后庄家们的腾挪运作 可谓是更加如骨天意 尽管人东控股2019年的净利润 从5000万缩水到了3000万 但是股价却从2020年年初的13块 一路涨到了6月份的35块 和9月份的56块 人东控股的前十大股东 被称为地表最强作装天团 除了德育系好江波的何佑集团 和霍东的人东信息 还有香港老前王张永东的民众创新 和陈华的经济集团 以及A股著名的牛伞 景华和王球 这些核心庄家们 最早从今年3月份就开始了减持套现 并且随着股价的持续拉伸 至少有超过7000名散户 开始疯狂地涌入接盘 9月份 核心庄家们完成了集中减持 最终套现的金额 至少不低于30亿元 而在这场资本狂欢中 充当冤大头的 是共计超过13000名散户 11月17日 海电区国资委 正式终止委托管理人东控股 人东控股临时倚靠的大树 瞬间崩塌了 庄家的提前出逃 以及靠山的光速离场 直接将人东控股 死死地摁在了跌停板上 股价也一路从60块 直线下滑到了最低的12块 而这接盘的13000名散户 人均亏损 至少在200万以上 直到12月14日 退市新规公开征求意见 看似严打问题企业的新规出台 才短暂刺激了人东控股 这只庄家股的股价 极小部分的散户 成功逃出升天 而等待着更多接盘侠的 是未来很长一段 出逃之路上的互相践踏 A股庄家万口传 至今已绝不新鲜 完整梳理了人东控股 我们不能发现 无论是变更业务 还是变更名称 亦或是业绩注水和背靠大山 这些资本运作的手法 其实既不高端 也不神秘 但是庄家却总能在 最佳的时机入场 并且能在合适的时机离场 哪怕业绩再怎么惨淡 基本面再怎么不堪 仍然有大量灰心主土的 接盘侠们 对他们趋势若鹜 退市新规的出台 虽然细化了退市的标准 但是也明确告诉了 那些问题企业 要想被退市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而且新规的不宿级过往原则 甚至还给那些 仍然深陷泥沼 没有上岸的问题企业 流出了大量的存续时间 回看过去两年的人农控股 股价从低位时的十多块 涨到了高位的六十块 用了整整十八个月 当然 这个上涨速度已经非常恐怖了 但是股价从高位的六十块 跌到最低的十二块 却仅仅只用了十三个交易日 更恐怖的是 庄家和油资提前溜了 背靠的大叔紧跟着跑 徒留一万三千名散户 在出逃的独木桥上互相踩踏 人均承担两百万的巨额亏损 我们总是说 人类的感情并不是相通的 这边套牢国内的人 哭得有多惨 那边神隐海外的人 笑得就能有多甜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有文有达 如见其人 有光而生 如云其境 商业战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